這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叫標籤云 這叫標籤云 那什麼叫標籤云 你可以是文字的 也有是Flash的 也有那種Flash形式的 那你進來說有沒有看過這種的 沒有 網路上有的會有這種 那這裡呢 你看像這個 這個裡面也有 有的部落格他會有 類似像這種叫標籤云 也就是說他把網站裡面一些關鍵字 就這樣變成一個一個 那這個關鍵字呢 會跟著你的熱門程度 有關係 比較熱門就比較大顆 沒有那麼熱門就比較小顆 那這種可以是 一般的文字的 也可以是什麼?也可以是Flash的 你看我這邊有做一個Flash的 有沒有 可以這樣 請問這個要怎麼做 請問不要自己用打包 你會抓狂 但是我證明這個不是Flash 就是這個界面 這個界面不是這個 你看我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這個不是Flash 對不對 叫做什麼 Sliver light Sliver就是銀色 螢光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因為Flash很紅 微軟也看了眼紅 所以也想加入 那所以他也有一個 做網路動畫的程式叫做Sliver light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用微軟的方式做的 那他跟這裡都一樣 本身如果這一進來 像我剛剛有發的測試過 我們這邊電腦是沒有裝 那個Sliver light 所以說 你一開始會看到一個 畫面他要你怎麼樣 先安裝在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我這裡有寫 如果你沒有 那個的話 會看到這樣 會看到這裡 進到這個網址有沒有 有一個 你就按一下 那他就會下載下來 你就安裝下來 才可以用 好 那像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把它產生 當然它產生下來 最後是Flash 可是這一樣 製作的這個過程 是用Sliver light做的 那這個呢 你可以變成圖片 你看 你可以把它存起來 有沒有 直接變成圖片 這個500K 這個是500 那個 500像素 那如果是EEM的話 是100萬像素 各位知道 視衛相機那個像素 怎麼算出來嗎 知道嗎 你們手機 不是也都有很多 拍照功能嗎 大家都支援型手機的 很多都是啊 去combo 因為它走到哪裡 現在大家要怎樣 都在找地方的東西啊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低景竹啊 不是這樣看嗎 是這樣看嗎 走路也這樣看 師範也這樣看 隨時都在看 很累 這個呢 視衛相機的那個 視衛相機的那個 視衛相機的 到底幾百萬像素 很簡單 長的一方 比如說長這個是 三百 寬四百 大概是幾百萬像素 沒有到幾百萬 對不對 十二萬而已 十二後面加四個零 這樣你了解嗎 好 所以我們一般像這個最高 到一千六百萬 實際上就蠻夠的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 直接分享到哪裡 你按分享的話呢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分享 比如說你要用在你的網站上 表示你有不樂格 或者像我剛剛 現在看一下 幾乎大部分的同學 都在用的就是Facebook 對不對 這個可以把圖片變到Facebook裡面嗎 Facebook裡面有一個遊戲 好像也會產生這種東西 就比如說產生樹 你可以自己自訂形狀 有沒有 你也可以 變成自己把 你希望變成什麼字 它就變成什麼字 也可以 那另外這個形狀 你也可以從這邊選 比如說你想要變這個 楓葉的 你點它就變成楓葉的 有沒有 對不對 很好玩吧 你如果想要偷看這個形狀 你就點它一下 你就知道它是怎麼套出來 這樣了解 那這個分享的部分 你可以用在網路上的話 你 這裡有一個Share Share應該是用在那個 這是 你的 這個 不是print 這邊 你可以直接用在網路的 還有一個 我記得還有一個是 可以放到那個 忘記的 沒有出來 應該是這個 應該它會跳出來 對 另外呢 顏色不喜歡 這裡可以選 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你選了一個 有沒有 就變了 它就變給你看 那麼你用過的 它都會把你記錄起來 所以你隨時可以回到最初的 因為我都調一調的 已經不知道調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個網路上比較特別 這個叫做 文字門外題 或者是那個 或者叫做 文字的標籤員 不管你用圖片 用科學都可以 它都可以變到 你可以用在網頁 也可以用 變成圖片式的 這是 比較特殊的一個應用 先給各位穿好一下 先給各位穿好一下